实验室内主要跑数据的 是一台对圣暖来说 堪称古董的初期大型计算机 运营起来嗡嗡响 而且功能有限 一旦发生数据错误 找问题都找不到 所有人都停下来围过去 高洛面色有些难看 正想让各个组检查数据 他忽然想到 圣暖刚刚来找他的事 顿了顿 高洛走到圣暖旁边 你刚说的数据错误处理了吗 圣暖说 跟组长汇报了 高洛扭头看向陶玉 陶玉的面色瞬间有些苍白 他强称地说 我 我没发现 我们组的数据有错误 高洛看了眼陶玉 然后示意圣暖 错误数据标记给我看 圣暖走到那台老古董面前 打开操作页面 旁边几人包括高洛在内 都有些诧异 因为圣暖对计算机的操作 十分熟练 一点也不像刚开始接触 高洛问 你以前接触过 圣暖说 没有 看各位组员操作的时候 学了下旁边组员 随便看看就学会了 圣暖标出那几个数据 然后同组另一个人 连忙凑过来 面红耳赤 是我的问题 这里第一次算错 第二次忘记修改了 那人上前连忙改过来 飞红的一大片数据 都恢复正常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圣暖又说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 可以自查数据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用一下 我存在这里了 高洛正想离开 脚步一顿 小程序 旁边几个人也凑过来 圣暖点开程序 输入指令 然后运行 所有人就看到 刷刷刷的数据闪过 紧接着 另一个数据 跳出来飙红了 圣暖说 这个数据属于运算异常项 需要确认 四组的人睁大眼 这个是我的数据 无法准确计算 我到推出来的 这都能查出来 旁边人登时 三三两两围上来 半个小时后 实验室里 就一片赞叹声 圣暖学妹太牛了 有了这个程序 我们的速度 至少可以提高20% 再也不用瞪着屏幕看数据了 我眼睛都要瞎了 是啊是啊 哎妈 难怪徐教授要你进组 原来是深藏不落啊 学妹 圣暖客气了几句 这时 高洛走到圣暖所在的三组 诞生宣布 三组的小组长 今天开始由圣暖担任 圣暖微顿 就对上高洛平静的眼神 你能胜任吗 圣暖点头 没问题 旁边 陶玉面红耳赤 强忍着眼泪 扭头大步走出实验室 同组也没人有意义 毕竟刚刚的事情 大家有目共睹 陶玉在已经被组员提醒后 依旧大意放任错误数据 进入系统运行 在被高洛质问时 不经查证 直接否认本组数据存疑 如果不是圣暖发现记录 今天所有人就等于 都做了无用功 要重新查错 重新运行 而且 圣暖的能力 所有人已经都看到了 打下手的工作 绝对是大才小用 而在之后的两周 项目组所有人才意识到 他们之前还是小看 这个大一的小学妹了 圣暖对计算机的了解 以及发展方向 可以说 比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他们项目组的课题 就是研发新一代计算机 之前的主攻方向 都是集成电路方向 在圣暖提出 自服生成器的汉字处理后 所有人都感觉好像 一直蒙在眼前的一层薄物 被拨开了 更可怕的是 圣暖有的不只是设想 而是已经有了计划 和执行方向 徐有良教授 在下一次的项目组碰头会议中 充分肯定了 圣暖的能力和贡献 破格将他提拔成副组长 短短一个半月时间 他从进项目组的菜鸟 变成和高洛搭档的骨干 而项目组里 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圣暖的能力 高洛的体会尤为深刻 因为父母的缘故 他很早就对计算机感兴趣 也了解得比较深 一直在关注国外的计算机研发 可这个时候 国外的技术 根本不会向华国透露 即便是能得到的一些技术 也都是国外已经淘汰了的 高洛在项目组工作的很多时候 都有种孤掌难民 有心无力的感觉 直到圣暖成为他的搭档 高洛终于体会到 什么叫做如虎添翼 无论他有什么想法 哪怕是还未成型的 圣暖都能轻易领会 甚至补充完善 非但能跟上他的节奏 甚至隐约还超过了他的节奏 就好像他有十分清晰的目标 知道自己要做成什么 以及知道要怎么做 圣暖成了项目组 当之无愧的骨干 唯一不太好的一点就是 太忙了 周末陪叔来的时候 已经不用再去宿舍楼等他 而是直接到实验室楼下 圣暖每次都把自己负责的工作 赶在前边处理 留出周末的时间来跟陪叔待一起 周六 出了实验室下楼 他就看到 陪叔穿着黑皮衣牛仔裤站在那里 来往的学生都要往他那边看一眼 没办法 无论是身高还是长相 都太合理机群 看到圣暖 陪叔有些无奈又有点心疼 都有黑眼圈了 在忙总要好好休息的 圣暖笑咪咪 等你来了一起休息啊 陪叔好气又好笑 在他头上揉了吧 然后带他回去学校后门 那个房子里 圣暖已经在这里放了换洗衣服 到了屋子里 他去洗澡换衣服 陪叔则是在厨房做饭 等到他洗完澡出来 陪叔已经做好了三菜一汤 看得圣暖一愣一愣 不得了陪连长 你这是全财啊 陪叔招手 别平了 过来吃饭 圣暖笑嘻嘻坐过去 快吃完饭的时候 陪叔忽然说 我明天开始到503所任职 下周五 A国有五名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来访问交流 我给你和你的项目组 安排一个见面交流学习的机会 圣暖一愣 眼睛刷得就亮了 陪连长 这要牛吗 503所是军工研究所 圣暖他们组的项目 就是503所的 可这不代表 他们有权限去503所交流学习 如果陪叔能安排他们组 去见一下那个A国专家团 那对他们组来说 绝对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陪叔淡淡挑眉 那么请问 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圣暖笑了 眨眨眼 大恩无以为报 以身相许如何 陪叔静静看着他 开始解衬衣扣子 当项目组的成员得知 可以去503所见到A国的专家团 甚至有机会交流学习的时候 所有人都高兴 坏了 直夸圣暖厉害 居然能联系到这样的机会 可等到冷静下来 众人却又有些担忧 A国对华国的科技 一直是封锁打压的态度 即便专家团来访华 更多的也是 想要了解华国目前的水准 他们愿意真正交流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徐有良教授也知道了这回事 老先生笑呵呵安慰大家 去试试看 也没什么损失 不要怯场吗 众人齐齐点头 老实说得对 终于到了前往503所那天 学校很重视这次交流 专门安排了车 送他们组里推选出来的六个人 前往503所 到了大门口 就是一系列严格的查验身份 然后发放临时进入证明 最后一行人才被带了进去 进入园区后 众人就看到 整个园区都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卫兵全部真枪实弹 站在那里目不斜视 等到他们被带上楼 圣暖终于见到了裴朔 他站在那里 正在跟人说话 身上制服鼻挺 肩张上两缸二星 头发一丝不苟 身上透着一股 圣暖没见过的强势 和雷厉风行 圣暖一行人的到来 引起了那边人的注意 裴朔回头看了眼 视线和圣暖一处积分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像是不认识一样 高洛这个组长带队走过去 给迎上来的工作人员递上证明 同志你好 我们是经大过来 交流学习的代表 工作人员也是神情冰冷严肃 查验过他们每个人的证件后 点点头 然后走过去 低声给裴朔说了什么 裴朔淡淡汗手 那名工作人员才转身过来 带圣暖一行人过去裴朔那边 裴朔对面就是五个 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女 正是这次来访的专家团 高洛看到裴朔尖章 心里微微有些吃惊 这么年轻就是中校 这位肯定很不一般 圣暖乖巧地站在后边 听裴朔用流利的外语 给专家团说 之后的参观和学习 由我们请来的金大研究人员 陪同各位 专家团看了眼这群年轻人 神情很淡 只在跟裴朔示意离开时 才勉强有几分礼貌尊敬的样子 之后 圣暖就跟着祖园一起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和国外专家团往前走去 走过裴朔身边 他不着痕迹抬眼 就和裴朔视线直直对上 裴中校神情严肃 却不动声色捏了捏他手指 低声说 抓住机会 圣暖摁了声 然后就见裴朔 转身带着几个人 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军靴踩在走廊上 发出低沉的声音 A国专家团来交流参观的 是503所天穷项目 整个参观过程 那五名专家 只是用外语彼此交谈 压根没有理会 圣暖这一行人的打算 高洛试着插了几次话 却被对方轻而易举 就敷衍过去 明显没打算 跟他们说什么有用的东西 直到参观结束 圣暖他们组 也是正常 这种时候高傲离开 绝对是极度愚蠢 顿了顿 高洛清晰了口气 打算再尝试一次 要是再失败 肯定就没机会了 他是组长 即便是热脸贴冷屁股 他也得上 就在这时 圣暖拉了他一下 高洛回头 就听到圣暖低声说 我来吧 下一瞬 圣暖上前 杨生用外语问道 史蒂夫先生 请问您觉得 如果把现有计算机微型化 与我们的天穷项目融为一体 会不会成为跨时代的一部 前边专家团 为首那个中年男人脚步一顿 回头 微型化 圣暖笑着点点头 没错 微型化 将现有集成电路芯片化 提高运算存储能力 将计算机微型化 这样 计算机就能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史蒂夫和他的几个同伴 神情都有些变了 因为圣暖口中的芯片化 和他们设想中计算机的发展方向 不谋而合 难道华国的计算机 也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不应该啊 史蒂夫试探问道 你们目前的进展如何 圣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们现在的进展 是通过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来达到 圣暖将他们组的研发目标 说成了研发成果 果然就让那几个专家团的人 微微变了面色 那几人还想问 圣暖笑着说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 我们也想跟各位交流一下 后期芯片化的发展 就这样 刚刚还对圣暖一行人爱达不理的专家团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不住点头 对 没错 我想 我们是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 圣暖客气地 请带队的工作人员 带他们去一个合适的场所 对方有些诧异地看了眼圣暖 然后在前面带队 圣暖走到高洛身边时小声说 你去前面 看看有没有录音设备 虽然是一个彼此的交流学习机会 可对方五个人都能听懂他的话 他们这边估计只有他和高洛能跟上 烈士太明显 所以 他才想着 偷偷用一点小手段 至少把对方的话都录下来 这是 他凭自己本事套出来的话 录下来不过分吧 可 高洛闽纯看了眼圣暖 眼底闪过笑意 随即立刻恢复如常 率先跟着工作人员往前走去 等到圣暖和史蒂夫那些人 进入会议室的时候 高洛不着痕迹 对圣暖点头表示准备妥当 之后的交流中 圣暖火力全开 对方五个人 他这边只有高洛能帮上一点 等对话速度越来越快 谈论的内容越来越超前的时候 高洛也彻底熄火了 圣暖应付着五个人 一边小心翼翼 抛出对方想知道的一些信息 然后穿插着 引他们讲述 如今华国这边 最需要的一些具体技术细节 而且全程外语 他感觉自己 从没有过这么高度集中的时候 等到讨论结束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成暖嗓子都要冒烟 喝了口水 才发觉自己的同伴 包括高洛在内 一个个满眼炙热看着他 对面的专家团 也是十分兴奋的样子 还在低声讨论着 会议室外 一身制服的裴硕 靠在墙上 对上圣暖的视线 唇角翘了翘 满眼一样火光 圣暖成功地 用自己懂的那些太前沿 已经发展成熟 但缺少过程的理念 换来了一些他们的研究 目前最需要的技术信息 而A国专家团 并没有任何不悦 毕竟在他们看来 用他们已经成熟 且华国也已经拥有的一些技术 换来这么前沿的发展理念构想 以及一些 已经有雏形的技术理念 是十分划算的事情 解而言之 其实就是圣暖用A国 可能十年后 才能用到的一些理论 换了华国当下最紧缺的技术知识 不能说谁占便宜谁吃亏 只能说 大家都得偿所愿 专家团离开的时候 一改之前的冷漠和不屑 极为热情地邀请圣暖和他的团队 有机会去A国交流访问 圣暖自然笑盈盈硬下来 其余成员也是笑呵呵 十分热情地跟专家团告别 毕竟 今天真的逃到东西了 等到专家团离开 组员在休息室 等待工作人员带他们出去时 圣暖和高洛适宜了下 可以备份拿走吗 工作人员皱眉 请稍等 这个需要请示 就在这时 圣暖身后响起脚步声 回头 就看到一身制服的裴朔走过来 门口卫兵立刻立正敬礼 裴朔回礼后温生说 这里交给我 你十分钟后过来 是 卫兵转身离开 圣暖跟在裴朔身后进去 笑咪咪拍马屁 裴忠笑 不声不响都忠笑了 真帅 话因为落他 就被裴朔抵到墙上 直接清下来 昏暗的会议是 裴朔轻得又狠又急 只是他知道场合不对 很快就控制住自己停下来 圣暖失笑 怎么了 忽然这么凶 裴朔响声说 真想办了你 他说 你刚刚太美 太耀眼 让人想要私藏 独占 圣暖笑了 伸手滑了滑他胸口的扣子 小声说 裴忠笑这身衣服也很帅 伴我的时候 穿着好不好 裴朔眸色顿时有点暗 猴杰动了动 深深看了眼圣暖 记着你自己说的话 下一瞬 他转身 走到绿枝后边的录音机那里 把鹿的磁带拿出来 小丫头骗子 鬼主意多 圣暖笑嘻嘻 谢谢夸奖 等到回去学校 圣暖一行人直奔实验室 然后 整个项目组所有人 坐在会议室里 开始用录音机 播放今天交流会的内容 听到里面流利的全英文对话 项目组一众人 看向圣暖的眼神 充满敬佩 口语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容易 有一口流利的口语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更何况是这种充斥着 各种专业术语的技术性交流 圣暖坐在那里 一边播放 一边实时翻译 旁边两人负责记录汇总 等到把两个小时 交流会的内容 整理学习一遍 天已经黑了 他们连饭都是在实验室吃的 可即便如此 没人有怨言 这次的交流会内容 充分填补了 他们的项目进度中 缺乏的参考技术 对他们来说 弥足珍贵 所有人都很兴奋 人群后边 陶宇的神情有些僵硬 脸上笑容也十分勉强 他没想到 两个月前 还在替他打杂的组员 如今 却成了整个项目组的领头羊 他才不过是个大义新生啊 晚上 高洛和圣暖整理完资料 最后离开实验室 一边下楼 两人还在说话 高洛笑着摇头 要不是你提醒 我去录音 今天这场交流会 我们必定损失惨重 圣暖笑了 没什么 我是小聪明多一点 要真正做事 还是要靠大智慧 高洛看着他笑了笑 你太谦虚了 就在这时 前边响起一道 近乎尖锐的声音 高洛 月千柔快步走过来 直接抱住高洛手臂 怎么这么晚 就你们两个 高洛醋眉 怎么了 月千柔咬唇不语 刚刚他在这里等高洛 结果就看到 高洛和圣暖一起走出来 关键是 刚刚高洛笑着 跟圣暖说话的样子 他从未在高洛脸上 看到过那种眼神 明亮专注 月千柔心里 瞬间涌出浓浓的危机感 圣暖淡淡汗手 我先走了 高洛嘴唇动了动 最终只能温声说 周末好好休息 今天肯定很累 下周见 圣暖点点头 好 说完 他转身走开 圣暖还没走远 就听到身后月千柔 故意扬声道 他累不累休不休息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他说那么多做什么 高洛皱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月千柔咬唇 你明知道他欺负过我 不把他赶出项目组 也就算了 你还跟他走那么近 你还问我 高洛顿了顿 但声问 你们的矛盾 真是你说的那样 根据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认为 圣暖不像那种 会无是生非 小家子气的人 月千柔顿时神情一将 下一瞬 他眼圈就红了 你就是看他长得好看 对不对 你是不是喜欢他了 跟那些男生一样 都看上他那张脸 高洛皱眉 你到底在虎脚蛮缠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就是同组成员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 高洛和月千柔青梅竹马 长大后 他也是一门心思专注学业 所以月千柔跟他告白的时候 他考虑了两天就答应了 知根知底 听话 省心 不会影响他做自己的事 既然终归是要谈恋爱结婚的 那就选他吧 高洛以前 觉得自己的思路没问题 可这一瞬 看到眼前满脸气愤 咬牙切齿的月千柔 他却忽然觉得 这种恋爱 好像挺没劲的 月千柔还想说话 可高洛却直接说 我累了 有时改天再说 我送你回宿舍 或者你自己回宿舍 你选一个 月千柔顿时愣住 他还想质问 可对上高洛眼底的不耐和默然 他知道 要是他继续不依不饶 他必定会直接转身离开 他从来都是这样 说一不二 哪怕是少有几次哄他的时候 都有自己雷打不动的原则 而他 不能越过 心里也清楚 自己刚刚有些无理取闹 最终 月千柔咬唇吸了吸鼻子 低头 你送我回去 高洛神情略有缓和 走吧 自从这天开始 月千柔对圣暖的敌意就越大了 可他很奇怪 敌意大 却总还喜欢往圣暖旁边凑 宿舍约着去吃饭 他还非要挤着跟圣暖坐一起 圣暖烦他的厉害 可毕竟还有宿舍其他人 所以他也没表现出什么 只是尽量不理月千柔 他们吃饭的地方 是距离京大不远的一个新开的自助火锅 这个年代自助火锅凤毛麟角 大家都觉得稀罕 所以一起约着吃 赵梅家条件不好 圣暖和蒋萨说好了 故意跟赵梅说人家买五送一 赵梅满眼惊喜 这才乐呵呵 跟大家一起去 赵梅的钱也是圣暖和蒋萨平摊了 月千柔心里不屑 这次平摊了戴上赵梅 下次呢 下下次呢 看他们两个能做多久好人 到了自助餐厅 宿舍六个女孩都很兴奋 找了个六座的长桌坐下 然后各自去拿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就在这时 旁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圣暖 真巧啊 和朋友吃饭 圣暖抬头 就看到高洛和几个男生一起进来 他笑了笑 是啊 高洛跟同伴说了声 然后自己走到圣暖他们桌旁 微笑着拿出几张 这个自助餐厅的餐券 要是知道 你要来 我上周就问你了 我这里有别人送的餐券 挺多的 你和朋友拿着下次吃 蒋萨几人顿时睁大眼 这谁啊 出手这么阔绰 圣暖笑着拒绝 不用了 谢谢学长好意 我们下次还不一定什么时候来呢 高洛笑了笑 跟蒋萨他们打招呼 几位不要拒绝 就当我请你们吃饭了 多谢你们照顾我们组的团宠 讲萨失效 原来暖暖是团宠啊 对面 朱瑾的神情错愕又茫然 宿舍其余人不认识高洛 朱瑾却是认识的 刚看到高洛过来 他还以为他是在找月茜柔 可没想到 他居然是奔着圣暖来的 还有他说的话 难道他不该说 谢谢他们照顾月茜柔吗 其余几个人 有些促侠地看向圣暖 以为高洛是圣暖的追求者 圣暖则是笑着说 学长不用拐弯抹角 我们也会照顾小月的 朱瑾余光看到月茜柔 站在后边 连忙附和 是啊是啊 学长想让我们照顾月茜柔 就直说啊 讲萨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位就是高洛学长啊 久仰大名 经常在宿舍 听到小月说你呢 高洛的神情微顿 他看了眼圣暖 然后笑着说 是啊 这几张餐券 就给你们宿舍吧 下次来的时候 就不用付钱了 朱瑾连忙说 谢谢学长 小月去拿吃的了 学长要等等他吗 高洛说 不用了 你们吃吧 我去找朋友 说完 高洛转身离开 圆圆脸的王琼 一边捞肉 一边笑呵 月茜柔运气真好啊 有这么幼帅 又有钱的男朋友 出手真阔绰 哎 他怎么还没回来 蒋萨也觉出不对劲来 他小心翼翼 看了眼神情如常的圣暖 然后笑着岔开话题 蒋萨性格直爽却不笨 刚刚那短短片刻 他轻而易举就能看出 那位高洛学长 明显对圣暖有些不一样 圣暖的拒绝虽然客气 但是也很明显 直接把话题拐到他女朋友身上 只是 大家一个宿舍 这样子 真的有点尴尬了 圣暖其实心里有些烦躁 高洛平时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 看起来智力正常啊 怎么出了实验室 就跟个傻雀一样的 给他献什么殷勤 脑袋有问题 这时 客服出声提醒 宿主 月茜柔刚躲在隔墙那里都看到了 这会儿正在洗手间哭着骂你 圣暖顿时无语 这特麻 是高洛莫名其妙跟他献殷勤 他的态度很明确了好吗 月茜柔不去骂高洛来骂他 感情遇到什么事 都是女人有错了 两人脑袋都不正常 难怪能凑到一起 客服又说 还有 圣浅和他小姑子也在这里吃饭 现在去洗手间 偶遇月茜柔去了 圣暖有些无语的扯了扯嘴角 去吧去吧 让脑袋有问题的人都抱团取暖吧 这边的气氛很快恢复如常 王琼一边吃 一边不过脑子说 哎嘛 刚当那高学长说话的架势 我还以为他是暖暖对象吗 圣暖则了生 我说了 我对象是个兵哥 也没那种到处给人献殷勤的习惯 讲撒笑了 改天见见你家兵哥 听你说的 真想看看是何方神圣 才能让我们圣大戏花 说起来都满眼亮光 圣暖抹了抹嘴 没问题 与此同时 餐厅洗手间里 月茜柔站在镜子前 不住抹眼泪 满心屈辱 恨恨咬牙 他在圣暖面前却那么殷勤 他甚至不敢想 那几个室友 心里会怎么幸灾乐祸地嘲笑他 他整天挂在嘴边的男朋友 在对圣暖献殷勤 圣暖 不要脸的狐狸精 月茜柔咬牙哭着咒骂 就在这时 后边有人进来 他连忙抹了八脸 打开水龙头 假装自己在洗脸 可接着他就发现是个孕妇 而且对方还站在他旁边 满脸关切又无奈地看着他 月茜柔皱眉 有事吗 圣谦叹了口气 我是圣暖的唐姐 月茜柔面色顿时冷了 转身就要走 刚迈步 就听到对方说 我理解你的痛苦 毕竟 没有男人能抵挡住他的引诱 月茜柔脚步一顿 回头 你什么意思 圣谦无奈笑了笑 我都怀孕了 可我丈夫现在还在惦记我的堂妹圣暖 你说 我是不是很能理解你的不意 月茜柔原本还有些怀疑 可听到对方直接就叫出圣暖的名字 他不敢置信 他是你堂妹 却勾引你丈夫 圣谦苦笑 所以我才知道 他那种女人有多可怕 他看着月茜柔 故意说 算了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的 月茜柔蹭的抬头 谁说的 他满眼恨意 你等着看吧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圣谦眼底闪过得逞 然后拿出个纸条 这是我的电话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跟我说 我不想看着他毁了我 又毁了另一个无辜的人 圣暖从客服那里知道了 圣谦好心帮助月茜柔的事 满心冷吃 他倒要看这两个女人 能扑腾出什么水花 宿舍聚餐后的第二个星期一 圣暖和往常一样 去了实验室 就看到桌上放着早餐 高罗过来温生说 这家汤包很好吃 给你带了几个 圣暖笑着客气说 我吃过早饭了 高罗微顿 圣暖又说 我就直说了吧 学长 我们两个都是有对象的人 除了项目组的工作 我觉得在其他方面 我们还是需要 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你说呢 高罗没想到 圣暖会这么直接 真钟一瞬后 他叔弟笑了 你真的很特别 顿了顿 高罗说 我以前认为 女孩子都是差不多的 长得好看 乖巧听话 门当户对 这样就可以了 可现在我才发现不是 他说 原来我自己也会有心动 圣暖皱眉 然后就听到高罗说 我会尽快分手 圣暖有些不耐 打断他 你分不分手是你的事 没必要跟我说 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高罗说 你也没结婚 圣暖抬头 神情认真 我直说吧 学长你不是我 喜欢的类型 无论我结没结婚 我们之间都不可能 而且 我和对象已经订婚了 准确来说 我不是有对象 是有未婚夫 而学长你的行为 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 高罗顿时愣住 外边走廊响起脚步声 是其他人要到了 高罗顿了顿 点头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抱歉 下一瞬 两个组员一边聊天 一边走进来 看到他们两人 笑呵呵打招呼 组长 副组长 你们真早啊 高罗汉手应了声 然后回去自己的位置 时间一晃而过 项目组有了重大进展 即将进行年终汇报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盛暖的突出贡献 组内一致决定 这次由他来做年终汇报 对他来说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而这时 盛暖在他们戏 已经很有名了 刚刚大一 开学没几天 就破格进入 业内大牛的项目组 从打杂开始 一个学期就成为骨干 且项目组的科研成果 十分显著 再加上还是出了名的美女 整个戏 以至于金大内 他都有了些名气 只是盛暖自己 没太关注这些 而就在他们 两家的长辈都搬出来 高洛也没有改变主意 岳倩柔对盛暖恨意更甚 在他看来 就是因为盛暖 盛暖连自己的唐姐夫都勾引 更别说整天和高洛 待在一个实验室 岳倩柔恨盛暖恨得要死 跟盛倩联系的 也越来越频繁 等到他得知 盛暖他们项目组 要进行一次 很重要的年终汇报 而负责这个项目的 副校长谢妍 恰好是盛倩的公公 岳倩柔心里 顿时冒出来一个念头 他去找到盛倩 要盛倩配合他 盛倩问他 你想怎么做 岳倩柔满眼冷光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盛暖根本就是靠不要脸 勾引高落 才留在项目组的 他一个大义心生 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要搞臭他 让所有人知道 他的本来面目 到时候 西洁你在谢妇校长面前提一下 让他从重处罚成暖就好 岳倩柔握拳咬牙 我要让他再惊大 混不下去 盛倩眼底闪过一色 他知道 面前这个岳倩柔 根本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盛暖能进那个什么项目组 肯定就是 有自己的本事的 盛倩现在根本不会在 轻视自己那个堂妹 顿了顿 他柔声又哄岳倩柔 名声什么的 根本无法真正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他照常完成 你说的那个什么汇报 那你还是拿他没办法的 不是吗 岳倩柔皱眉 西洁你有什么主意 盛倩想了想 然后说 你最好在搞臭他名声的同时 让他连那个汇报都没办法进行 这样 岂不是坐实了 他是靠不正当手段进的项目组 然后我再跟父亲说一下 也许 可以把他开除都说不定啊 盛倩说 相比较这样 只是搞臭他的名声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岳倩柔的眼睛瞬间亮了 没错 西洁你说的太对了 不能便宜他 盛倩安慰 不过这肯定不好办 你要是做不到就算了 盛暖那么厉害 你斗不过 他也没办法 岳倩柔顿时咬牙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斗不过他 倩倩你等着看吧 我一定会做到的 盛倩笑了 好 我相信你 盛暖从客服那里知道了 岳倩柔和盛倩密谋 想要对付他 他还有点奇怪 这两人到底打算怎么对付他 怪好奇的 而很快他就知道了 这天是周五 下课后 盛暖和几个室友约好了 一起去学校食堂吃饭 岳倩柔最近因为分手 每天待在宿舍睡觉 基本不参与集体活动 可就在盛暖他们几个人 正吃饭的时候 岳倩柔来了 他披散着长发 穿了一件米色大衣 在大多数衣着简朴的学生里 十分醒目 显得美丽又脆弱 岳倩柔进了食堂 直接就亮腔着 奔到盛暖他们旁边 然后忽然大声哭起来 盛暖 你能不能不要抢我对象 你把他还给我 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 盛怒对面 朱景奖萨几个人都傻眼了 正式饭点 食堂里人满为患 周围所有人都被这劲爆的一幕 吸引了视线 齐刷刷往这边看过来 四周的声音都低了下去 岳倩柔已经豁出去了 他现在是什么都不在乎了 就是要把盛暖搞臭 让他付出代价 因此 哪怕被周围无数人注视着 他也顾不上 用力抓着盛暖的手 盛暖 我们还是室友 我求你了 你不要抢我男朋友行不行 蒋萨终于回过神来 伸手拉岳倩柔 小岳你做什么 你疯了吗 你别动我 岳倩柔尖叫一声 你当我不知道 你们都向着他 我不想跟你们说话 其实蒋萨那些人 倒也不是真的多偏袒盛盛暖 只是岳倩柔有时候 在宿舍说话不太好听 总喜欢在别人身上找优越感 大家潜意识里 就不太喜欢跟他待一起 再加上 上次高落当着宿舍人的面 给盛暖献殷勤 岳倩柔觉得 宿舍其他人都在暗地里笑话他 这些天跟宿舍人的氛围 也有点不太对 所以他认定了 其他人肯定是向着盛暖的 朱锦也有些无奈 岳倩柔 有什么话 我们回宿舍说 你跑来食堂闹什么 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岳倩柔大叫 为什么笑话我 我是受害者 我把他当室友 他却抢我男朋友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周围的人 都已经被这边吸引了注意力 这时 盛暖笑了 他看着岳倩柔 有些好奇 不是你劈腿第三者 被你男朋友发现 他才跟你分手的 关我什么事啊 话音落下 岳倩柔默然僵住 旁边奖撒他们 也顿时惊得睁大眼 什么时候的事 盛暖耸间没有说话 什么时候有关系吗 反正大家都在胡说八道 岳倩柔完全没想到 盛暖会忽然冒出来这一句 他顿时急红了眼 你胡说 你诬蔑我 你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 是你勾引我男朋友 他才跟我分手 盛暖叹了口气 你要是非要这么说 那我想问问你 我是怎么勾引你男朋友的 岳倩柔说 你们在一个项目组 你趁机勾引他 盛暖无奈叹气 要按照你这个思路 全校所有项目组里的人 可都清白不保了 你能不能编个 比较有说服力的谎言 岳倩柔被周围所有人注视着 脑袋有点空白 这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盛暖被当众指控 勾引别人男朋友 难道不应该慌乱分辨吗 为什么现在 是他在绞尽脑汁找话说 盛暖却坐在那里 四平八稳的 像是在看戏一样 岳倩柔咬牙 项目组有人看到告诉我的 盛暖差点笑了 哦 是吗 谁看到了 咱们把他找来对质一下 岳倩柔嘴巴动了动 我 我不能出卖别人 盛暖这次真的笑了 他点点头 行行行 倩柔 我知道你没办法接受被分手 可你要知道 错在你自己 如果把所有一切 推给我能让你好受一些 我也没关系 盛暖站起来 拉着岳倩柔的手 语重心长 自己错了要及时改正 如果你真的不想分手 应该去找你对象认错 请求他的谅解 而不是在这里抹黑他和我 倩柔 我们是好朋友 我理解你的痛苦 可我是有对象的 你冷静一点 好吗 岳倩柔彻底傻眼了 他什么时候 跟盛暖是好朋友了 盛暖又什么时候 这么好心了 等等 他不是好心 他根本就是在这里胡说八道混淆视听 这个贱女人 简直坏透了 岳倩柔气的面色战红 咬牙大声说 你撒谎 你胡说八道 我没有劈腿 明明是你 明明都是你 他歇斯底里的 像是个疯婆子 蒋萨有些看不下去 岳倩柔 你冷静点 岳倩柔一把甩开他 滚 别碰我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们都在笑话我对不对 蒋萨面色瞬间黑了 盛暖拍了拍蒋萨 然后温柔对岳倩柔说 如果把一切推到我身上 能让你好受一点 我没关系 茜柔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好好的 开玩笑 这个年代的朴素学生们 哪知道什么叫茶香四溢 这一招杀伤力绝对够大 而这时 四周所有人的视线 都已经集中在岳倩柔身上了 岳倩柔面色苍白 眼圈通红 歇斯底里大叫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像是个 因为分手而失控的疯女人 而被他指控的盛暖 则是满脸无奈和包容 甚至还有些担忧 盛暖说 茜柔 你可以发泄一下 可是答应我 发泄过后要向前看 自己的错误自己承担 不要再这么冲动了 好吗 对面 看到盛暖满脸 柔和担忧的神情 岳倩柔快要气疯了 你这个贱女人 你还在这里装 岳倩柔失去理智 直接伸手 就要朝盛暖打过去 蒋萨和朱锦他们连忙阻止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 一把就把盛暖揽到一旁 裴硕眉头紧皱冷冷 看着岳倩柔 你在做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愣 齐刷刷看向裴硕身上的制服 这么年轻的军官 这是什么人物 周围的声音瞬间低了下去 只剩下岳倩柔 一个人歇斯底里的叫声 你就是他对象 我跟你说 盛暖勾引我男朋友 他不知羞耻勾引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 裴硕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一字一顿 算什么东西 岳倩柔顿时将主 直到这一瞬 他才看清眼前这个兵哥的制服 一瞬间 岳倩柔也傻眼了 而这一刻 蒋萨朱锦 他们几个室友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盛暖会对岳倩柔 口中那个天之骄子的 高落的现阴晴 视若无睹了 这么年轻的军官 高大英俊气势不凡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他能看上学校里 这些男生才怪 而同一时间 食堂里看热闹的人 也都有了决断 这明显就是个分手了 失去理智的女人 再对室友发疯 看这架势 平时肯定没少妒忌室友 抢他男朋友 人家有这样的人做对象 能看上他男朋友 盛暖笑着 跟蒋萨他们告别 领走还不忘 再关心一下岳倩柔 萨萨 我先跟我对象走了 你们看着点倩柔 别让他出事了 言语间完全就是 把岳倩柔 当成了个失去理智的疯婆子 岳倩柔听到盛暖的话 又要疯 谁要你假惺惺 谁要你假惺惺 你滚 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你滚 盛暖她的口气 拉了下面色冰寒的裴硕 然后跟裴硕一起离开 等到盛暖身形消失 岳倩柔才终于 勉强回过神来 然后就看到 蒋萨他们一言难尽的神情 他全身僵硬环顾四周 周围正在吃饭的人 都在用那种 一言难尽的眼神看着他 直到这一刻 岳倩柔才意识到 他是来想要搞臭盛暖名声的 可现在 成为笑话 却是他 就在岳倩柔在食堂里闹了一场 却把自己闹成笑话的时候 另一处 豪华的别墅里 盛倩端了一杯茶 敲开了别墅一楼的书房 静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盛倩深吸了口气 走进去 谢妍正在书房里看东西 虽然已经年近五十 可他外形优越 气质儒雅 在经历岁月沉淀 显得尤为沉稳不凡 看到盛倩 谢妍面色瞬间冷了下去 下意识往书房外看了眼 盛倩敏纯 妈和阿泽都不在家 谢妍冷声开口 那你也不该来 我警告过你的 对于这个儿子 娶回来专门恶心他的女人 那天他应酬回来最久 盛倩扶他回房间 走到床边跌倒 被他压在身下 而最让谢妍鄙夷夷的是 盛倩居然没有反抗 那天过后 谢妍严正警告盛倩 让他闭嘴 以及不许再靠近 他身边半步 谢妍不是色迷心窍那种人 他最看重的 永远是自己的事业和声誉 儿子娶了盛倩 本来已经是耻辱了 可这个耻辱 现在还成了他的污点 盛倩咬唇 小声说 我有件事想您帮忙 您帮我这一次 今后我就忘记那件事 再不求您 谢妍面无表情 你在威胁我 盛倩小声说 我在求您 谢妍冷冷看着他 然后说 只此一次 下次你要再赶来找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盛倩咬唇胆怯婴声 我想求您 帮我处理一个人 很快就到了盛暖他们 项目组做年终汇报的日子 而就在年终汇报当天上午 有人实名举报 说盛暖 是依靠不正当方式 进入项目组 然后通过色诱组长高洛 获得流用项目组的机会 然后盛暖就被叫去学院 组内其余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各自在实验室 整理汇报要用的资料 汇总完成后 资料全部交给高洛统一管理 岳倩柔就是这个时候 找到实验室的 他在实验室外 拦住了上完卫生间的陶玉 陶玉学姐 帮我个忙 岳倩柔说 陶玉有些诧异 他还不知道岳倩柔和高洛分手的事 所以对岳倩柔还比较客气 什么事 岳倩柔敏唇 待会儿我进去找高洛 期间 你能把他叫走两分钟吗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陶玉有些怀疑 可顿了顿 还是点头硬了 好 岳倩柔笑了笑 谢谢你 没多久 岳倩柔走进实验室 来到高洛面前 高洛刚刚把所有资料 归类到文件夹里 抬头看到岳倩柔 眉头微醋 你怎么来这里 岳倩柔咬唇 我连见你都不行吗 高洛冷声道 有话回头再说 我现在没空 岳倩柔神情难看 然后和对面不远处的 陶玉对视了眼 陶玉顿了顿 然后忽然开口 组长 这两个模型 我们要带哪个 高洛回头 最新的 陶玉有些犹豫 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 哪个是最新的 高洛有些不耐 转身走过去 你对模型这么生疏吗 趁着高洛转身 附近没有别的人 岳倩柔迅速打开文件夹 直接把封面下的 第一份汇报材料抽走 然后迅速把文件夹恢复如初 他看也没看高洛那边一眼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陶玉余光看到岳倩柔 好像拿走了什么东西 可他没看到岳倩柔 拿走的是汇报材料 因此 虽然心里有些不安 可他也没多想 片刻后 实验室几个主要成员 带着资料和模型 一起前往科技楼 准备做年终汇报 另一边 盛暖被学院叫到政教处 看到了那封岳倩柔的实名举报信 政教主任跟徐有良很熟 知道眼前这个女生年纪不大 却是有真本事的 政教主任叹了口气 你们同学之间 如果因为感情问题有什么矛盾 还是要想办法处理好的 不然闹成这样 对你影响也不好 盛暖这时 已经从客服那里知道 岳倩柔偷走了汇报资料 他笑得很温和乖巧 老师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政教主任点头 那就好 盛暖离开学院政教处 直接前往科技楼 他也知道 这时 另一封举报信 已经送到了谢言手里 而谢言 已经答应了盛倩 要对他这个违反纪律的学生 从重处罚 一群蠢货 在岳倩柔和盛稀巴巴等结果的时候 科技楼汇报厅 已经轮到盛暖他们组 进去做汇报 进了汇报厅 盛暖就看到前面桌上坐了几个人 最中间那个儒雅又威严的中年男人 就是谢言 谢泽的父亲 盛倩的公公 谢言左右是徐有良 和其余三位教授 最边上还空了个位置 盛暖和高洛 以及其余五名项目组成员就位 高洛起身 正要开口 最上手 谢言看了眼汇报名录 然后皱眉 盛暖是你们组的 谢言问 盛暖起身 是 我是盛暖 谢言抬头看了眼 然后冷冷向后靠到椅子上 我这里接到一封举报信 实名举报盛暖同学 通过不正当途径 进入项目组 同时 依靠和项目组组长的不正当关系 得以留用 盛暖还没开口 谢言旁边的徐有良 面色变了 碰得一拍桌子 盛暖是我亲自带进组的 不正当 怎么个不正当法子 谁在胡说八道 谢言安抚徐有良 徐老稍安勿躁 你想培养学生的心思我理解 就怕学生不珍惜机会 进组后 心思没用在正途上 说完 谢言抬头看向盛暖一行人 这样 盛暖先暂时从你们组除名 等到调查结果出来 再看怎么处理 徐有良立刻开口 我反对 谢言则是笑呵呵 徐老 论理说 你需要回避的 徐有良顿时一叶 而这时 欧预兆的 盛暖就要被临时除名 说是临时除名 可如果年终汇报 没有他的名字 那这个已经即将结束的项目 他就不能署名 更重要的是 一旦他没有署名 那那份不知道哪来的举报信 就会被大家认为 并非空穴来风 这位谢副校长的处理方式 着实有些太严苛了 这些人并不知道内情 所以没有意识到 谢言这个副校长 是在针对盛暖 就在这时 盛暖开口 请问 有证据吗 所有人都是一愣 谢言挑眉 暂时没有证据 所以需要之后 调查了再做决定 你有意义吗 当然有 盛暖只是谢言 因为一封没有证据的举报信 就要将我除名 那么 相应的 如果我现在 举报谢教授 您公报私仇 故意针对我 您是不是也需要 暂时从评审组里除名 调查过后 再恢复评审权了 一瞬间 所有人都傻眼了 没人能想到 盛暖居然这么刚 直接跟副校长叫板了 谢言的面色 瞬间一片铁青 你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针对你一个学生 盛暖似笑非笑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 或者是 您的儿媳曾经和我有过节 您是在帮她报仇 谢言碰得一拍桌子 一拍胡言 场内顿时濒临失控 谢言自己也没想到 一个小女生 居然敢公开 跟她撕破脸皮 她顿时有些骑虎难下 事情闹大 对她没有任何好处 深吸了口气 谢言终于恢复冷静 然后诞声说 老师理解你的心情 可你不能因此就胡乱攀咬 要是你再继续在这里影响秩序 谢言话音落下 徐有良和高洛几人 面色更加难看起来 谢言是在用整个项目组 逼圣暖就范 圣暖冷笑 权力真是好东西 无论有没有道理 首先就可以压死人 对吗 谢老师 圣暖的话 让场中陷入一片死寂 谢言面色难看 强忍着才没有失态 她是真没想到 原以为就是拿捏一个学生 却不知这个学生 居然如此大胆和难缠 徐有良面色也很难看 学生可以跟谢言这个副校长 叫板争吵 那可以说是年轻无畏 可他不能 徐有良正想拉拢旁边的老师 就在这时 会议室门被推开 穿着制服大衣的年轻男人 大步走进来 行走间宛若携带着一股冷风 气势破人 裴硕走到评审席淡淡汗手 抱歉 所里有些事 来晚了 圣暖他们组的项目 其实归根结底是军方力的项目 而裴硕正是此次军方代表 谢言神情顿时缓和 没关系 裴中校来得正好 主要几个项目还没开始 裴硕点点头 那就开始吧 谢言顿时一噎 正想开口 却见裴硕淡淡看过来 醋眉 有什么问题吗 谢言知道裴家的背景 一门 一位上将 一位中将 裴硕这个中校 估计要不了多久也要生 他们才是真正有背景的存在 谢言勉强笑了笑 那就开始吧 台上 圣暖淡淡汗手 各位平常好 我是圣暖 今天 由我来做项目年终汇报 可就在这时 准备分发资料的高落 却僵在那里 面色大变 台下 谢言皱眉冷声开口 又怎么了 高落面色紧绷 资料不见了 所有人都是一愣 须有良神情难看 是不是放魂了 高落摇头 我刚亲手装进去的 然后 他话音猛被一致 想到了什么 没再继续说下去 然后敏唇 也可能是的 高落没说资料丢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不是小事 从他装资料到离开 只有月嵌柔靠近过资料 而那份资料的封面上 是陈暖的名字 高落的面色一片铁青 如果真的是月嵌柔 那他简直是愚蠢和恶毒 都到了极致 这根本就不是 圣暖一个人的事 眼见场中又要失控 陶玉和另外几个人 面色一片灰败 项目取得了巨大进展 却没想到在汇报的时候 出了这么多幺蛾子 陶玉小声抱怨 都怪圣暖 旁边人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陶玉自觉失言 闭嘴不再说话 毕竟 资料是他们几个整理的 怎么也怪不到圣暖头上 这时 圣暖出生 没关系 我用版书吧 关键的地方写出来 相信在座几位评审 都能明白的资料 我们晚一点提交 可以吗 需要两点头 好 用版书吧 蟹炎面色冰沉 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下一瞬 圣暖拿着粉笔 转身放下活动黑板 开始做汇报 他们的研发方向 几个重要节点 如今的进展以及成果 他在黑板上 画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 然后一边讲解 一边补充逻辑链里面的细节 高洛和另外几名组员的神情 缓缓放松 然后又变成满满的敬佩 只看圣暖能把所有的东西 记得这么清楚 就知道 他平时花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 评审席 除了谢炎 其余几位教授 也都是不住点头 因为 圣暖他们项目组的成果 真的很突出 字符发声器的汉字显示 能力已经攻克 集成电路的进一步研发 也已经有了很大进展 几位教授轻易就能看出 要不要多久 这个项目组的成果 将会撼动整个领域 甚至对整个华国来说 都意义非凡 谢炎的面色也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 圣暖居然真的有东西 这样的人 才是每个学校都会重视 和大力培养的 而他之前听圣倩的说法是 圣暖靠的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再加上那封举报信 他刚刚才会那么不留情面 可是很明显 他失策了 那个下贱的女人 想到圣倩 谢炎心底就是浓浓的憎恶 所有人都在专注地 听圣暖讲解汇报 评审席 裴硕坐在那里 神情专注极了 他忽然想起 他和圣暖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 他还是个灰扑扑的小丫头骗子 眼角眉梢都是脚侠 像只山里出来的野狐狸 如今 他站在这里 轻而易举就能掌控所有东西 光芒万丈 没多久 汇报结束 圣暖置疑后下台 然后是答辩环节 等到所有环节结束 他们组人离开汇报厅 临走前 圣暖回头看了眼 就对上裴硕的视线 裴硕看了他一眼 然后收回视线 开始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身姿笔挺 冷峻不凡 圣暖唇脚翘了翘 跟着队友一起出去 到了外边 他就看到高洛匆匆想要离开 圣暖直接开口 高洛学长 高洛身形一僵 回头 勉强笑了笑 刚刚讲得很好 辛苦了 圣暖说 资料丢了 是吗 高洛神情危将 圣暖直接道 我准备报警 我们这次的资料是保密集的 盗窃这份资料 情节很严重 我来处理 可以吗 圣暖问 你打算怎么处理 高洛沉默片刻 然后说 把这件事控制在学校范围内 我保证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只是 不要报警 这件事和我有关 给我 也给他一次机会 可以吗 高洛不装傻了 圣暖神情略缓和 然后点头 可以 多谢 高洛点头致谢 随即转身离开 走出几步 他回头看向陶玉 陶玉 你跟我一起来 陶玉面色苍白 闽唇不发一语跟了上去 岳茜柔正在上课 然后被叫到了学院政教处 等看到政教主任 冰冷威严的神情 以及坐在旁边的高洛和陶玉 岳茜柔心跳如雷 政教主任抬头 岳茜柔同学 叫你来 是想跟你了解 关于你实名举报 圣暖同学 通过不正当途径 进入徐有良教授项目组的事 经查证 你的举报为诬陷 你这边还能提供什么证据吗 岳茜柔顿时一将 诬陷 圣茜不是说 谢副校长那边没问题吗 怎么又成了无限了 不等岳茜柔反应上来 政教主任又说 这件事 你要是想不到措辞 可以先放一放 我们来说另一件事 现在有人指控你 盗窃实验资料 岳茜柔正想反驳 高洛直接开口 这个项目是军方的 如果你不愿意承认 我们会报警交给警方来调查 到时候 就不是这么问你了 高洛话音落下 岳茜柔顿时惊呆了 报警 你要报警抓我 高洛说 所以 你承认吗 岳茜柔满心悲愤 可同时也是六神无主 怎么事情忽然就这么严重了 他只是想让盛暖丢丑 怎么忽然就这么严重了 高洛看着岳茜柔的眼神 十分冰冷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 和他有些关系 以及两家的市交 这种蠢货 还是报警来得好一些 他看着岳茜柔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是不是你 岳茜柔看到高洛 比政教主任还可怕的样子 哇一声哭了 我 我没拿走 我就藏在你们实验室外边的杂物后边了 我就是想让盛暖出丑 政教主任面色瞬间十分难看 他不是无知的学生 自然知道 这件事是可大可小 等到岳茜柔离开政教处的时候 他整个人面色惨白浑浑噩噩 就这么请客间 他身上背了记大过处分 因为他诬陷别人 以及私自藏匿科研资料 而这还是在学院控制了影响面的前提下 记大过 他才大一 身上就背了记大过处分 可以说 他的前途已经毁了大半 岳茜柔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红着眼直接冲回宿舍 室友都在 圣暖正在叠衣服 宿舍门砰的被推开撞到墙上 岳茜柔站在门口 眼睛通红 呼吱呼吱喘气 圣暖抬眼瞥了他一眼 漫不经心 岳茜柔不顾其他人问他怎么了 推开挡在身前的室友 直接走到圣暖面前 你现在满意了 把我还成这样 你满意了 岳茜柔刚开口 圣暖站起来 抬手就甩了一耳光出去 啪的一声 宿舍所有人都傻眼了 岳茜柔捂着脸睁大眼不敢置信 你敢打我 他下意识想还手 却被圣暖挡住 然后又被甩了一耳光 岳茜柔直接靠到桌上 整个人都要气疯了 你敢打我 你还敢打我 蒋撒他们连忙上前 拉住两人急声劝阻 出什么事了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啊 圣暖扭头冲朱景笑了笑 放心 我不动手了 朱景这才小心翼翼松开他 圣暖看着岳茜柔 有些不可思议 你这种人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你口口声声说我害你 我想问问 我是怎么害你的 岳茜柔张大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圣暖冷笑 你在学校用举报信诬陷我乱搞男女关系 到实验室偷走我的汇报资料 害我们的项目差点出问题 我没报警 抓你你就该感恩戴德了 哪来的脸来冲我叫欢呢 宿舍其他人都愣住了 举报诬陷 偷资料 其余四个人 看向岳茜柔的眼神 满是不敢置信 岳茜柔咬牙 高洛不要你估计就是因为你太蠢了 至于我 不好意思 我还真对他没有半点兴趣 看着岳茜柔 圣暖把东西放好 然后说 不过我发现 我对你手下留情 并没有换来你的迷途之返 以及感激 所以我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就去报警 所有的事都交给警方来处理 圣暖笑了笑 至于你 要是还有话说 就去说给警方听吧 说完 他转身直接朝宿舍外走去 岳茜柔顿时僵住了 报警 不能报警 报警他就完了 岳茜柔转身扑出去 一把拽住圣暖 不要报警 不要报警 圣暖回头冷冷看着他 你是在求我吗 岳茜柔全身颤抖 咬牙挤出一句话 我 求你 圣暖似笑非笑 所以 你为什么非要自找羞辱呢 给你留几分余地 你去用来撒野 何必呢 岳茜柔又是屈辱 又是惊恐 嘴唇颤抖着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蒋萨几人上前 连忙将圣暖和岳茜柔拉回去 看到圣暖继续漫不经心忙自己的 蒋萨心情十分复杂 他现在才意识到 圣暖有多厉害 三言两语 就把岳茜柔安排得明明白白 圣暖收拾好东西 然后跟岳茜柔说 你搬去别的宿舍吧 岳茜柔抬眼看他 圣暖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再继续住在一起 是你挑的事 所以 你离开 岳茜柔嘴唇动了动 下意识想去看蒋萨他们 可那几个人 都是不着痕迹一开视线 没人帮他说话 毕竟 一个宿舍的室友 发生矛盾 就去学校举报诬告 这搞不好 是会直接毁掉一个人的 圣暖有本事应对 他们却不一定有 而且 谁又知道 他们以后会不会得罪岳茜柔 只能说 岳茜柔的做法太不地道 也太过解了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说话 直到这一瞬 岳茜柔才意识到 自己在宿舍的处境 他面色灰败 不发一语低头 好 我搬走 与此同时 谢家别墅 圣倩坐在那里 抱着一杯果汁 眼底满是兴奋的亮光 就在这时 旁边响起一道声音 怎么 等什么好消息呢 谢泽笑眯眯走过来 坐到他旁边 圣倩神情危僵 然后连忙道 没有 谢泽择了声 难道不是在等着看 看你对付圣满的事 有没有成功吗 啪的一声 圣倩手里的杯子掉到桌上 果汁洒了满桌 嘀嘀哒哒流到地上 他神情惊恐 你 我怎么知道的 谢泽笑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 你该想想 你要怎么做 谢泽手指漫不经心 敲击着桌面 本来想等孩子出生的时候 送你们一份大礼 可你们太能折腾了 我也没耐心了 他笑眯眯看着圣倩 你去报警 就说被谢言强暴 或者我去报警 说你们通反斜杠这样 二选一 你选 圣倩面色刷得煞白 站起来失声尖叫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 谢泽咋舍摇头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算了 告诉你个秘密吧 我已经结砸了 谢泽勾唇 我从没想过要延续他的血脉 因为太肮脏了 不过 你们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谢泽是笑着的 眼底的光芒 却是刻骨的冰冷和疯狂 他说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你选 圣倩扑通跌回椅子上 整个人都要疯了 魔鬼 你是魔鬼 你是个疯子魔鬼 谢泽眨眼瘫手 这我就不明白了 明明做出禽兽不如的事的是你们 你却反过来说 我是魔鬼 你们这种人的逻辑 总是自私到让人作呕 说完 谢泽又笑了 他走到旁边电话那里 拿起听筒 对盛倩笑咪咪招手 乖 过来 找警察叔叔 替你主持公道 隔天 金大副校长 谢言因强暴罪被抓的消息就传开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毕竟 谢言平时最是儒雅正直 见过他的人 无不认为他品性高洁 与出身书香门第的妻子抗力情深 可现在 他却因为这种罪名被捕 而且据说 他抢反鞋杠报的 是他的儿媳 这可真是天大的丑闻了 谢家客厅 花瓶瓷气碎了一地 谢泽那个仿佛从来都温婉优雅的后妈 面色苍白疯狂 五官扭曲如恶鬼一般 他强迫你 哪怕他真的好色下流 可他也不可能看上你这个贱皮子 是不是你故意勾引 然后诬陷他 说 圣倩披头散发坐在沙发上 恶鬼一般 你敢碰我一根手指 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 谢泽的继母瞬间将在那里 下一瞬 歇斯底里哭喊咒骂起来 畜生 你们都畜生不如 畜生 屋子里地狱一般 角落 十几岁的小姑娘 躲在柜子后边 满脸泪水 谢泽淡淡瞥了眼他名义上的妹妹 装好钱包 把旁边的外套搭在手臂上 哼着小调不紧不慢走出家门 与此同时 另一处 经大校园里 圣暖跟室友下课一起挽回 今天是他二十岁生日 室友们给他准备了礼物 圣暖就提出 让大家把周五晚上时间空出来 想请大家吃饭 赵梅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就送你了一个笔记本 你请吃饭 太吃亏了 圣暖哭笑不得 怎么能这么算 情义无价 蒋萨笑着挽住赵梅 是啊 我们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 情义抵千斤 旁边 朱景也笑了 其实自从看到圣暖对付月倩柔的手段 朱景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圣暖 觉得他平时看起来笑眯眯的 可对付人的时候 是真的很 甩了月倩柔耳光 还要让他道歉 最后还把他赶出宿舍 平心而论 要是他 他真的做不到 这么手腕强硬 可后来他又想到 圣暖对他们宿舍其余人 是真的挺不错的 所以 他又何必想太多 刚走到宿舍楼下 圣暖就看到一辆越野车停在路边 裴硕靠在车边正在抽烟 蒋萨促侠对圣暖说 你的兵哥来接你了 裴硕也看到了圣暖几人 论灭烟头朝这边走来 蒋萨几人顿时有点局促 关键是 圣暖这对象气势有点太强了 你们好 裴硕主动打招呼 蒋萨几人连忙回应 你好你好 圣暖笑着说 那我先走了 蒋萨几人笑着摆手 好好玩 哈哈 生日快乐 拜拜 裴硕走过去拉开车门 圣暖上车后 他才绕到另一边上车 汽车轰然驶离 蒋萨几人满眼亮晶晶 暖暖对象真的好英俊啊 嘻嘻 赵梅若若说 好高啊 怪吓人的 王琼被逗笑了 高大威猛 多好的 这才有安全感吗 几人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 月茜柔说 圣暖勾引他的高学长 就挺离谱的 另一边 裴硕开着带着圣暖到另一条街 停在一个蛋糕房门口 他下车进去取了蛋糕后 又很快出来 最后两人回到学校 后门小区的家里 进了家门 圣暖才发现 屋子里布置果 桌上放了一束花 很温馨 你先休息会儿 我去做饭 很快就好 裴硕脱了外套 穿着军绿衬衣 去厨房准备做菜 圣暖看了他一眼 转身去卫生间洗澡 他洗完澡出来换了衣服 一边擦头发 一边朝厨房走去 然后靠在厨房门口 看裴硕切菜 他把衬衣袖子挽到小臂 低头切菜 隔着衬衣 都能看出身上的肌肉轮廓 听到身后的动静 裴硕下意识转身回头 然后目光就变了 圣暖洗完澡 半干的头发披散着 身上穿着的 是他的衬衣 有暖气 还是有点冷的 裴硕放下刀 在水龙头洗了洗手 用围裙擦干手 朝圣暖走过来 圣暖眨眼 那裴连长的意思是 我去穿件衣服 话音未落 他就被裴硕一把打横 抱起大步 朝卧室走去 裴硕捶眼看他 我的意思是 可以做一些让你热起来的事 趁暖被放到床上 裴硕站在床边居高临下 看着他 面无表情 伸手解衬衣扣子 像是即将享受 自己猎物的巨型野兽 下一瞬 他把衬衣甩出去 气山上 原本想让你先吃点 不过现在看来 是我先吃了 圣暖抬手抵在他胸口 手指在他肌肉轮廓上描绘着 小声坏笑 好凶啊 待会温柔点听到没 裴硕猴杰剧烈滑动了下 直接轻下来哑声警告 知道怕就别勾我 片刻后 室内一片以你春光 床铺发出不堪重负的响声 汗水顺着肌肉轮廓下滑 古童和白皙纠缠的难省难分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裴硕知道自己 真的吃到后肯定会失控 所以准备的时间比较长 而果然 圣暖也没受什么苦头 整个人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实验室内主要跑数据的 是一台对圣暖来